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早早的天理报告 我是杨瀚言 先和大家看看大范围的卫星图片 可以看到中国东南部地区 现时是被富裕带高压借覆盖住 基本上这区没什么云 连带在珠江口附近都受惠 云量比较少 不据此同时 看回南海这些区域 基本上天气比较不稳定 有很多对流云团在发展 根据电脑模式预测的指示 我们看到 未来的一两天 基本上就会有一个低压区 在南海北部发展 这个低压区 就会将一些不稳定的天气 带到来华南沿岸 所以预期在周末期间都会有预予 去到下周初的时间 我们预计 富裕带高压借会再次增强 就会令到在华南地区的天气 在下周初就会逐渐好转回 所以预期香港在周末期间 将会有着雨 大家如果有户外计划就要特别留意 去到下周初的时间 我们就会部分时间再次见阳光 至于今天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天气照片就看到了 其实今天也不错的 基本上无论在市区或者在新界地区 基本上今早都见到一些蓝天白云的情况 但是间不中也会有些黑云 我看过天气雷达也看到 其实有一些零碎的骤雨区在我们附近发展 也影响到香港 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预测今天会是 部分时间有阳光 也会有几阵骤雨 天气会是炎热的 气温最高达到32度 今天提醒大家 除了炎热天气有机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之外 另外阳光也很猛烈的 最高资外线指数我们预测到极高的级别 大家今天出门口前做防晒措施 好 天气讲到这里 多谢收看 再见